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上次帮你们换回护灵剑 我险些被发现 现在世神花钟你们已经拿到 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 我绝对不会再参与了 怎么 不怕那小伙讽回归了 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 再这样下去 不用等到他回归 我定已经被先接处置了 也罢 我答应你可以退出 不过 你得再帮我办最后一件事 这件事之后 你跟我之间一笔勾销 很简单 你只要引得贤善他们师兄弟三人 离开大泽山即可 剩下的事情我自会找人办 所以我还要去 也要去 因为我包包包都是 牵着 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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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补 任职人 自从遮天散被华叔练去以后 大则山的仙脉 一直靠结界低微的灵力所护 前些日子 贤主有伤在身 仙力受损 所以点燃九星灯一事 一直未能开启 而今 师弟身子好转 我们应当立刻燃灯户脉才是 我已想听宫告教 两位师兄燃灯之计 我会负责拱卫山门的 师父师叔 凤影的正闻他 出事了 先去梧桐岛 义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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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命人去大泽山 向各位求助的 原来大泽山的先脉在这儿 果然是大泽山长将 好厉害的屏障 还好有摩尊给我一道密府 封明长老 这圣魂塔为何会突发震荡 凤椅的先源太久未归 圣魂塔的灵力越来越弱 时日积月累 才酿成此祸 那这圣魂塔 可还有挽救的余地 需要凤椅的八分先源 才能将其稳定下来 不然只怕不足半日 凤椅的肉身将斧 永远地消失在三界之内了 凤明长 除了此法之外 可还有别的办法 可以暂时稳住凤椅的肉身 还有一个办法 但是 从未有人用过 需要旁的先君 两分先源 注注到凤银的体内 长老 那我去 不可 师兄要主持山门大局 还是我来吧 两位长老 终究都是外人 凤凰是我们凤族的领袖 理应 还是由我来献祭 你们何须争执 凤明有伤在身 若定要献祭先源 古今择物旁贷 不可 阿锦 这先源一旦献祭进去 便再无法找回 此生将寿因先源离塞 而先源震荡之苦 还是让我和你二师兄 我知道两位师兄疼我 但凤隐先源散尽之时 本就因我而起 让我来献祭先源 也算是一种偿还 已 beams 自然而以来